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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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晨茜茜茜 我手上是OPPO FINE的X45 PRO 看过我们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不倾向于在第一时间 对新机进行一个拍摄体验 更倾向于呢 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 通过创作发挥一台手机所有的 拍摄线 这次关于OPPO的视频想聊三个点 第一 马里安娜芯片 对OPPO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二 哈苏联名从一家 转名到了OPPO名下 对OPPO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三也是最专门的一点 这一次OPPO FINE的X5 PRO主打的 这个姜文滤镜 我们怎么样弄姜文滤镜 拍出好的照片 在往期的视频当中 介绍过电影当中出现的相机 这一次我们会通过姜文那些 有名的电影上 经典的故事 和电影的色调分析 跟大家一同看看 姜文滤镜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这里好好看 那我想让小姐姐帮我一个忙 这个口罩 这个口罩 我能够手机帮你拍个跟这边的办法 可以 可以 到那边吗 对对对 哦好这样子 在手机的背面呢 摄像模组的中心显著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马里亚娜显著的logo 就证明了 Findex Pro 使用的是OPPO字眼的影像处理芯片 马里亚娜到底是什么呢 马里亚娜是把 NPU IS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神经预算单元 跟影像处理单元 不管是AI的算法 还是传统的影像处理模块 都放在这颗芯片当中 它处理的是 由传感器直接得来的弱数据 这么做对于厂商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因为这不但意味着 他们要与其他厂家的手机影像效果进行PK 还要跟平台端的进步进行PK 要知道每年高通跟联发科 随着他们旗舰平台的发布 他们在影像处理单元跟影像能力上的进步 也是非常之大的 自研芯片绝对不仅仅只有一代 OPPO所面临的压力呢 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再来说到说到OPPO跟江文 这次联名的四款滤镜 四个滤镜呢 分别对应着江文大导的四部电影 第一个要说的照片滤镜呢 就是江文黑白 它来自于江文大导的电影鬼子来了 只有在马大山的脑袋被砍下来之后 这个脑袋在地板上滚了三圈 画面才恢复彩色 马大山在死前的最后一个 看清了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 除此之外呢 这部拍摄于2000年的电影 床头到尾都是黑白重现的 影片当中大多是对于人物的特写 以及人物群像的特写 使用黑白高反差的方式进行拍摄呢 会使得画面更加的抽象 从而使人物产生抽离感 使画面元素更加的符号化 这也符合江文导演固有的这种习惯啊 不是使用亲近于视觉的语言来自然的呈现这些故事啊 而是时刻敲打了你们 这并不是真实世界 让我们在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进行死变 影片的内容可以被解读成是反映战争的罪行 当然也可以理解成 这部影片在提醒了人们 如果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过于的温顺 过于的服从 换来的并不一定是好的结果 第二个要说到的历镜是《江文灿烂》 它来自于江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这个滤镜打开呢 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常做旧的泛黄色 这种做旧的泛黄色跟我们平常所说的暖色调 并不是同一种黄色 暖色调是让整个画面的主色调呢 位于阳光所在的这种橙黄色 但是这种做旧感的黄色呢 是黄中带绿的一种 就像大家的鞋子啊 穿旧了以后呈现的黄色 《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当中 是一种对青春的追忆 它不是一种时间上拍摄时间 往前倒的大家对于过去的一种追忆 而是导演到主演他们对青春的追忆 所以使用了这种让大家有怀旧感色调 在整个影片当中也运用到了非常多的柔光镜 柔光镜呢会呈现一种朦胧虚幻的效果 就像片中的主角马晓君一样 他不管是面对自己的生活 还是面对着自己有着懵懂冲动的这个米兰 他所有看到的和感受到的 都是介于现实跟虚幻之间的 导演用这种镜头语言呢也把我们带入到了 马晓君他所感受到的这种现实跟虚幻的交界这种 第三个要说到的滤镜呢是江文太阳 它来自于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那打开这个滤镜呢你能很明显的感受到画面是充斥着一种 蓝紫色调啊 纸中还有很多品色这种感觉 他用的是一组相似色的原理 因为蓝紫品啊这些是属于同一色系的 是一组相似色所形成的色调滤镜 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它为什么用这样的颜色语言去表达呢 首先整部电影呢它是采取了一个倒序的方式 影片由四个小故事来展开 但是这四个小故事按时间上是倒序的 我们看到紫色的天空是什么时候 只有在日出日落的时分啊 天空当中因为有尘埃这些威力 落下的太阳光进行散射才能看到紫色的天空 但是影片当中呢第一个故事展现的时候 风妈在树上寻找她的那双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正午的太阳光是被映射成紫色的 这样的色调就让大家会产生一种时间错乱的感觉 这也和整部电影它在倒序的时间线上有一种呼应 那第二个呢就是 其实这种颜色会让人物的肤色 呃产现出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人物的脸色会有一点猪肝色 就像我们使用这种柯达的EKTA胶片啊 是拍摄风景的一种胶片 拍摄人物的时候这种肤色会明显的偏品 这种偏品的颜色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 因为看起来有点猪肝色 但是在这个电影这个滤镜色调当中 却很大胆的把所有人物啊 处于正午和这个故事情节的人物 都渲染成了这个肤色啊 这也是我刚才讲的江文导演他并不在乎使用观众亲近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去给观众产生代入感 他在不断的敲打着你 包括在这个影片进行当中 他用了很多我们视觉没办法模拟的 比如说镜头的这种突然间的变焦运动 比如说镜头的不规则晃动 这种脱离真实观察的拍摄手法实时的告诉你 当你要进入电影当中的世界的时候告诉你 不对这是假的 你要思辨啊 所以太阳这个滤镜 呃是我这四个滤镜里面使用频率第二高的 最后一个惊喜滤镜 它肯定来自于江文在让子弹飞东那句经典的名言 什么叫 惊喜 对不起中间的不能播 那其实到了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呢 江文大导在影片的调色风格上是收敛的非常多 影片从头到尾呢大部分是正常化的一个调色 这个色彩风格大化了很多 它更强化的是影片在剪辑跟对白上面的风格 那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出来让子弹飞会有一种漫画般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对白是几乎没有间隔的 这个对白间隔的部分被人为的抽空了 而且整个电影它的画面的分镜切的特别的快 就有点像我们在看这种漫画的感觉 对应的啊这个手机上的江文惊喜滤镜啊 翻译翻译什么是惊喜那我是翻译不出来啦 但是我打开这个滤镜的感觉呢 其实呢它就是偏我们说所谓的流行的清晨色调的这么一个滤镜 它也是我使用率第二高的一个滤镜 那在拍这种清晨色调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夜景啊这种有暖色暖光灯的场景 都是适合用这种清晨色调那种流行色去表达的 会在视觉上会比较新鲜 那么哈苏呢从一家来到了OPPO这件事是比较让我诧异的 因为在几个大厂当中呢可以看得出 其实OPPO对自己的产品线它的一个规划 并不是那么的始终如一 哈苏的联名来到了OPPO呢暂时没有看到很多很有实际的成效 其实手机厂商与这些相机厂商的联名更多 或者说基本上看的就是手机厂商如何去理解这些相机厂商 它已有的影像的一些概念 小米呢就搞懂了所谓的莱卡风格 并不是莱卡的器材所传达出来的风格 而是莱卡的摄影师们他们所拍的好的作品的风格 如何把它固化到手机当中 蔡司和Vivo合作也是 Vivo就搞明白了 要把蔡司几个经典镜头的图像风格 虚化语言放到自己的拍照产品当中 但是在OPPO这边呢 他们似乎还不是很明白怎么样去把哈苏这个联名 跟共同研发的成分最大化 总结一下OPPO Find X5 Pro它整体的一个拍摄能力 说实话不管是1加10系列还是OPPO Find X5 Pro系列 确实目前已经跟其他厂商拉开了一段差距 是被拉开了一段差距 论拍照功能它没有像Vivo小米那么全面 拍照的基础化质它没有华为那么强悍 论视频来说它相比于苹果呢略有不足 整个手机的拍照创作下来呢 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拍照速度非常的快 不管是夜景模式很像虚化还是普通拍照 整个计算都非常的快 但是快的上面呢在快之上 并没有像苹果一样有非常高度的稳定性 但我相信随着自然芯片的持续开发 以及OPPO日后的精进这方面会有所改善 好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在之后的视频当中呢我们还会有Vivo拍照说明书 用五年的照片跟无数的经验 所总结出来的新的安卓拍照天花板 应该怎么使用 以及小米和来卡的一些拍摄跟资讯 还有我们在阿勒泰地区所拍摄到的 很多震撼人心的画面想跟大家分享 See you in the work 这就是很新生理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